中国大陆的这种西北部 或者沙拉沙漠 这一种都是一个沙漠区 另外一个就在澳洲 另外一个就北美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四个主要的沙尘暴德区 那强风的话呢 像在中国的西北部 比较强风的季节就在登记 各位全球大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核心协力救地球 我是郎祖云 在我们这个地球 有许多不同的现象 好比说这个气候 它就会产生很多不同的样貌 像会下大雨 下小雨 下雷雨 下暴雨 然后会吹大风 会刮台风 飓风 甚至大家听过龙卷风 可是呢 这个近 比较近代一点 就听到另外一个新的名词 叫沙尘暴 它到底是什么呢 常常在新闻里面听到 而且它也会带来 这个空气的问题 品质的问题 那沙尘暴一言中的时候 是眼睛流眼泪 鼻子的呼吸系统 也开始出现问题 就沙尘暴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来减少沙尘暴 我们今天一起来认识它 首先介绍我们的地球守护者 欢迎我们的青春无敌队 摇摇鸡蛋糕 鸡蛋鸡蛋鸡蛋糕 今天的守护者是四位好同学 陈文祥从新闻得知 沙尘暴大多来自中国 吕彭玉在沙尘暴来袭时 都会戴口罩外出 郑杰则则是担心沙尘暴 带来的空气污染 陈伟绍在沙尘暴来袭时 尽量避免出门 今天他们是否能成功守护地球呢 今天我们就要来请教专家了 来自我们文化大学的 大气科学系的教授 曾鸿阳 曾教授 请声 大家好 曾鸿阳 中国文化大学 大气科学系教授 专长是尾气候学 和空气污染防治 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游戏规则 我们有三关 第一关是问答题 那这个问答题 大家最重要要注意的就是 一个都不能少 因为人少了就是要去加油区 然后你们的这个生力均 当然就是你们实力会少一点点 好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进行 我们的第一道问答题 第一单元分成八大主题 集一题地球守护题 四人轮流随机选择六题 各自计分 总分将决定离开队伍人数 到加油区补充知识力 等待救援 第一位 文翔 请你选个号码 一号是什么题目 环境新闻题 为减少污染 花莲县与中元节 推出纸钱集中焚烧政策 请问民众可将纸钱 送至何处集中后 统一由环保精卤焚烧 一 抽室 二 寺庙 三 社区管委会 四 以上皆是 来 想一想 这样的一个环保政策 世上是可以大力执行的 来 请作答 来 是 好 我们的正确解答是 四 以上皆是 花莲县环保局 于农历七月起 推动纸钱集中烧 包括周市 庙宇 社区管委会 六十五处收集点 从农历七月起 带收纸钱 将民众普度的纸钱 其中送到花莲县四家 有空污过滤设施的 环保精乳粉烧 好 第一题 都没有答对 没有关系 要仔细听 我有时候会给予一个 适当的暗示 来 第二位 五 五 五号出什么题目呢 无毒生活题 日本研发的无毒蛆虫剂 是利用何种原理 驱赶害虫 一 高频音波 二 低温急冻 三 天敌气味 四 以上揭示 想想看 而且它 我提示 这个方法还可以让它 不会伤害它们的生命 请作答 我演得那么辛苦 来 我们的答案是 二 低温急冻 无毒蛆虫剂 采用气化热源理 可吸走气体气化石 所接触物体的热量 且害虫并不会被冻死 而是冻住 好 第三位 请选个号码 七号 七号出什么题 绿色科技题 风力发电 是一种绿色洁性能源 但风力发电 具有什么缺点 一 造成视觉侵扰 二 产生杂讯干扰 三 受计洁限制 四 以上揭示 我想大家如果去这个北海岸玩的话 就会发现那边有很多大型的风车 你觉得它会有什么影响呢 你可能会 也可能会 好 请作答 好 我们的正确解答是 四 以上揭示 风力发电的优点 是不产生任何污染 且可永续使用 缺点是造成视觉侵扰 雜讯 电磁干扰 其容易受季节影响等 好 那请第四位来选择 要加油咯 第二题 第二题出什么题目 環境污染题 沙尘暴来袭时 台湾空气品质常受到影响 请问 中国大陆的沙尘暴 在每年的哪一段时间 发生频率最高 一 十一月至五月 二 五月至八月 三 八月至十一月 四 全年揭示 沙尘暴来的时候 通常都是比较冷的时候 也就是过年的时候 所以你觉得是什么时期呢 来 请作答 好 我们的解答是 一 十一月至五月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 为什么了 为什么是在都说冬天是比较多的 而且它是从十一月到八月的这个 到五月的这个阶段特别的多 为什么沙尘暴多耗发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实际上来讲 跟季节是真的是有关 那我们可以分别去看 第一个要有沙源的地方 那就在中国的西北部 因为那是一个干燥地区 那第二个呢 那个沙什么时候会起来 如果在冬季的时候 基本上它是在冰封 那冰封如果冰雪覆盖的时候呢 实际上来讲 它没有沙的那个成分 都被封住了 不会封住了 所以你需要等那个冰或那个雪 要溶解 那这个溶解的时候呢 那就必须是在 已经慢慢的冬天即将过去 是 所以一般来讲就在春天 好 那接下来要有强风 那我们最强的风呢 是在冬季的风 就是东北季风 是 那必须这三个条件 你要同时符合 那最好的季节就在春季 好 剩下两题要加油了 好 来看看 第一位再选一个号码 8 8号 来 出什么题 绿色能源题 下列哪个国家 拥有东南亚最大型的 太阳能发电厂 1. 马来西亚 2. 泰国 3. 印尼 4. 菲律宾 这几个地方都算是度假圣地 但是 这个地方 要怎么说呢 怎么形容才好 他们说话的方式很特别 这种的发音 好 来 请选择 好 我们的解答是 2. 泰国 德国太阳能公司 与泰国政府合作 于曼谷北方 建造东南亚最大的商业太阳能发电厂 于2010年开始营运 可提供100万瓦特的便利 剩下一题 来 请第二位 我选的是6 6号出什么题 资源再利用题 台湾可回收的纸类 分为白纸 混合纸 牛皮纸 报纸四类 请问一般非再生纸制成的便条纸 是用哪一类纸制作 1. 白纸 2. 混合纸 3. 牛皮纸 4. 报纸 告诉你们 它不是再生纸制造的 所以你们平常看到的便条纸 大多是什么颜色 请作答 好 我们的解答是 1. 白纸 白纸类包含书写纸 稿 包纸 报表纸 来信封 便条纸 同班纸 书籍内叶等 混合纸类包含书皮 影印纸 传真纸 再生纸 扎手纸 纸盒等 牛皮纸类包含牛皮纸袋 瓦楞纸箱 瓦楞纸盒 来看看我们大家的分数 希望你们可以把人留下来 因为我们今天还有地球先生 可以帮忙 来 看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来 一分 两分 三分 四分 有一位了 五分 五分 六分 五分 六分 六分 七分 有没有两位 五分 有三分 不不不不办法 有两位 有两位 九分 再来 三分 再来 三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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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位留下来 有两位必须要到加油区 我们个别看一下他们的分数 第一位 三分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都是两分 所以我们要从二 三 四号的同学 来选择哪两位要离开 讨论一下 好 我们第二号跟第四号的同学 都要离开我们了 现在请离开到加油区 青春无敌队在第一单元表现不见理想 只得到九分 顺利留下来的两位守护者 到底有没有办法得到地球先生的帮助 扭转局势 把加油区的两位伙伴救回来呢 让我们继续为他们加油吧 好 地球先生现在要来帮忙了 地球先生出的题目如果答对的话 就有机会救回来一位队友 看看地球先生出什么题目 地球先生提 请问下列何者是造成中国大陆沙尘暴的原因 一 土地植被减少 二 土地沙漠化 三 气候变迁 四 以上皆是 好 请作答 我们在第一时间就觉得说 我觉得是以上皆是 好 答案是吗 四 以上皆是 恭喜 好 恭喜你们得到地球先生的帮忙 地球先生现在跟你们站在一起 等一下有机会把队友救回来 好 我们现在要问得更仔细 我们今天就要来问一下我们的教授 行程沙尘暴的原因是哪些呢 实际上来讲 行程沙尘暴的原因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就是说 第一个你要有沙的来源 第二个要有抢风 那这个很显然说 在地球上这种沙尘暴的现象 它是自古以来就有 并不从今天才有 所以第一个要有沙源的地方 就是要沙漠 那我们沙漠的分布 基本上都在中纬度地带 所以我们会看到的 中国大陆的这种西北部 或者沙拉沙漠 这一种都是一个沙漠区 另外一个就在澳洲 另外一个就北美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四个主要的沙尘暴的区域 那强风的话呢 像在中国的西北部 比较强风的季节就在冬季 可是如果在沙拉呢 或在我们的台风季呢 它同样可以形成强风 所以这时候呢 这一种沙尘暴的移动方向 就不太一样 所以像西北的沙尘暴 就是由这个西向东来移动 那沙拉的就是由东向西 它就不太一样 那它发生的季节 当然也就不太一样 所以这就变成了说 那为什么有这一种沙尘暴的 一个发生呢 实际上来讲 它跟整个的地理分布 跟我们的气候环境 是有很大的这种关系 但是呢 随着人类开发的这个脚步 那就变成了很多原本 不应该是沙漠区域的这种地区 现在变成也变成沙漠了 所以就会使得沙尘暴发生的这个频率 或它的这个区域呢 可能会随着人类的开发的这个行为 而越来越可能是频率增高 或者区域影响的范围 都会有震大的这种现象 好 那现在要进行我们的这个影片题了 恭喜哦 等一下有机会把队友救回来 影片题要更小心咯 因为要仔细地看 仔细地听 答案都在影片里面 但两位 你们真的里面不是没有事 一样要专心看影片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今天影片 带我们去哪里 远眺关渡大桥 原本鲜红色的外观蒙上一层薄纱 原因就是每年春季 从西伯利亚飘洋过海的沙尘暴 PM10就是头发直径的十分之一 那PM2.5就是头发直径的二十八分之一 所以一般我们看得到的这些颗粒的话 几乎都比我们所谓PM10还要粗 看不见的颗粒比头发还要细小 而沙尘会吹到台湾 主要是跟着封面一起南下 内门或者说华北这个地方 出现沙尘暴之后 这些沙尘往东吹的机会比较大 那在一些比较特殊的天气条件 配合底下它会往南传说 所以这些它是既向东又向南 风的方向和强度 都会决定沙尘暴的威力 跟影响的地区 学者参考中国气象资料发现 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 沙尘暴出现的天数有减少趋势 天球黑点应当会看到就是说 这种沙尘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小 未来沙尘暴影响台湾的机会 会越来越小 不过事先做好气象预警工作 还是能减少沙尘对生活 以及健康的威胁 好 我们来看看影片出什么题目呢 近五十年来 沙尘暴的日数和强度 呈现何种变化 日数变少 强度变弱 好 她们的答案是 日数减少了 强度变弱了 其实就是呢 所有的状况都降低了 对 还是错呢 答得非常的清楚 非常好 看看解答 就五十年有一个很大的 很重要的趋势 也就是说 沙尘暴的那个日数 跟它的那个强度都在降低 降低有超过一倍以上 答得非常的好 来 赶快来看第二题 随沙尘暴而来的悬浮为例 PM10 直径只有头发的几分之几 这里面说到了两种 你们有听到吗 一种是多少几分之几 一种是几分之几 写清楚喔 好 问题问的是呢 一嘛 对不对 PM1嘛 所以它的大小是不是十分之一呢 头发的十分之一 对 还是错 答对了 这才是真正的核心协谜 还好你接受了它 从善如流 好 来看一下我们的解答 PM10呢 就是头发直径的十分之一 好 恭喜恭喜 大家还留在这里 然后你们也帮了忙 真的很好 我们现在就要问一下 沙尘暴大家最知道的 就是说它在空气污染 然后空气的品质变得不好 那还有谁其他什么样的影响呢 请教曾教授 实际上沙尘暴它既然是 我们整个地球有 地球以来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自然现象 所以它扮演的这个角色 就把沙从这里搬到这里 那实际上在全世界 我们很多种植的地方 我们也需要土壤 这实际上它也是土壤的来源 那它同样的 它也把原地的这一些 经过这些区域里面 把这些物种或这些可能的东西 也把它输送到其他地方去 所以这里面涵盖的 可能有一些是微生物 也可能是一些所谓的种子 那它也会把它 送到其他地方去 所以它也是一个 生物动药化的一个来源 自从有了工业化以后 那沙基本上它跟一个飞机一样 它只是从A飞到B 那中间谁要上来呢 乘客是谁不知道 那工业污染的东西 全部都夹在在这上面 在它这一种沙沉的这个旅程 过程里面所夹带的这一种 非人为 非自然性的这一些物质 而对人体 或对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 造成了伤害 这是我们现在所最担心的 所以你看又是人类惹的祸 好 把这个记下来 我们要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真的要尽量地做好环保 让这个气候的变迁 不要再恶化下去了 好 恭喜你们 两位都留下来了 那现在进行十座题 刚刚我们就说 人越多越有力 等一下地球先生 可以帮你们救回一个队友呢 我们可以因为有三个人嘛 所以就会有比较多的时间 或是比较少的选项 那等一下进行的这个十座题呢 就是沙尘终结者 AB选边站 AB选边站 地球守护者选择答案 并震到AB格子中 答错者将直接进入加油区 所有题目答完 还有人留在场上 就算成功 可救回加油区所有队友 所以此单元人越多 守护成功的几率也越高哦 青春五独一队 现在到了十座题 AB选边站 看起来 谁到底是这个 沙尘暴的终结者 因为有地球先生的帮忙 所以可以救回来一个队友 你们想救谁 李鹏玉 好 请过来 好 那我们现在进行AB选边站 第一题 沙尘暴影响的范围辽阔 请问中国西北的沙尘暴 最远可以吹送到哪里呢 A 夏威夷 B 美国海岸 请作答B 好 来 我们的正确解答是 教授 正确解答是B 好 请两位回到我们原来的位置 来 请两位回来 好 文翔可能请你要进加油区了 好险 好险啊 是不是 好 再来进行下一题 当地面受到沙尘影响 能见度低于一公里 就称为沙尘暴 请问能见度低于多少 称之为强烈沙尘暴呢 强烈 想清楚喔 A 50公尺 B 500公尺 请作答 好 正确解答是 A 50公尺 好 不好意思 第四 郑杰 麻烦你到加油区去了 剩一位了 可是你还要打两题喔 压力很大喔 压力很大 好 准备好了 进行第三题了 第三题 好 台湾环保署预报人员 可以在几日前掌握到沙尘暴即将影响台湾的讯息呢 A 5日 B 7日 请作答 答案是 A 5日 好 来来来 请回来 我刚刚说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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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很大对不对 最后一题囉 这题答对我们就救援成功 这题答错我们的任务就失败了 来 最后一题 加油 受到重工业及气机车排放废气的影响 造成空气品质下降 能见度降低 这种天气的现象称之为A 沙尘暴 B 雾霾 来 请作答 好 来 我们的答案是 好可惜 来 请回到这边 请也请教区的朋友从这里回来 就刚才原来站的位置站好 好 很可惜一题之差 我们守护地球的任务失败了 所以今天我们没有蓝天白云 暂时大家忍受这个比较热的状态 好 我们再来认识沙尘暴 沙尘暴来的时候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因应 现在听正确的解答了 来 请曾老师告诉我们 沙尘暴因为它可以事前被预报出来 所以如果我们收到这样的讯息 那当然最好的方式 就那段时间我们就避免出门 那这种状态之下 我们知道最好的方式 就是你戴着口罩 如果非要出门不可的话 那如果没有 那戴在家里 是一个最安全的方式 好 很遗憾 大家很努力 但是一题之差 我们这个守护地球的任务 失败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 制赠环保铺满给大家 青春无敌队 在今天的第一单元问答题中 失去了两位队员 而留下的两位队员 在第二单元影片题中 成功守护 没有再失去队员 但在第三单元的始作题中 非常可惜 只差临门一脚 就能完成任务 守护地球 失败 青春无敌队今天的挑战呢 今天的守护地球的任务 虽然失败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 非常感谢他们 所以我们要请我们的曾教授 来我们颁赠环保铺满 来 教授请 好 大家可以有心 把这个减省下的水电费的资源 存在这个钱筒里面 然后将来我们可以把这个 可买的钱筒交给 送给 制赠给这个 智力做环保的单位 或者是机构 我们可以永续地经营 环保这一个领域 来 谢谢 好 非常谢谢大家的参加 然后如果电视节目的朋友 你也想要报名参加的话 四人一队就可以来咯 非常谢谢今天参加的队伍 谢谢曾教授 也要谢谢大家的收看 和谢谢大家的观点 下次再见